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片 名字叫过山车大亨 这个游戏的主要内容就是建设各种各样的游乐设施 比如说像摩天轮 过山车之类的 当然还有配套的服务设施 比如说小吃摊 冰淇淋店 厕所等等等等 在游玩的过程中 这个游戏带给我的快乐并不在于获得了多少游客 或者把游客随便扔到哪个机脚干拉 打死都不见厕所这些鬼操作 而在于设施落地建成型的那一秒 看着一个旁人大物拔地而起的莫名快感 包括后来又玩过的城市天际线 海岛大亨等等等等 在我玩过的这些和模拟经营多少搭招的游戏里 小的经营几个店铺 一个农庄 大的经营一个地区 一个城市或者一块海岛 但是现在如果告诉你 有一个游戏可以让人体验一把经营管理一整个星球 这么庞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处安分的浪漫感 上次我体验呢 还是在大年初的电影院里去看带着家园出发的流浪地球 在国内独立游戏中 戴森球计划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没有战斗 没有C机 你的任务就是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 逐步建立跨星球工厂 最终为全星系提供近乎无限的能源 用平凡的生产完成伟大的目标 跟其他的太空主题的游戏相比 戴森球计划并没有激励的战斗和征服 相反 在它平静的外表下涌动着的是另外一种热血 这样的气质正是来自戴森球本身 在此声明一下 戴森和市面上销售的某品牌的吸尘器 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1959年给爱因斯坦当副手的物理学家 弗里曼·戴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个想法就是给恒星包饺子 他认为地球这样的行星能源有限 恒星却因为辐射浪费这些能源 如果能把恒星像包饺子一样的围起来 恒星辐射的能量就能够得到吸收 人类可以利用这些能源发展到高级阶段 还可以进行星系探索 这种充满着乐观主义的人工天体就是戴森球 它就是戴森球计划的核心 作为探索陌生星系的工程师 你能指望的就是两样东西 一台可以手挫反应堆的机甲 以及资源靠天吃饭的星球 你们的中心目标就是靠自动化生产建立戴森球 探索太空搞建设的游戏实际上有不少 2014年有一星工厂 2019年有幸福工厂 不过这两款游戏为了增加趣味性 加入了跟外星生物作战的环节 但是戴森球计划没有这两个游戏这样的机飞狗跳 你要关注的只是那片星辰大海 收集资源修工厂很无聊 但是这种无聊的事情和技术发展结合起来 就格外让人的沉迷 游戏当中的科技术规划实际上非常的严谨 如果玩家能认真地看完全部科技的话 就会发现这些科技的设定 跟人类历史上的技术发展十分铁合 要先学会炼钢才方便新修基建 要先搞半导体才方便造芯片 要先发展火电最后才能核聚变 如果你对化工领域有了解 看到基础化工解锁的是硫酸时 你也会会心一笑 因为石油化工是工业的血脉 这条血脉的关键产品之一就是硫酸 可以说戴森球计划里面的科学技术路线 浓缩了一份工业发展史 复杂的技术路线 可能就是这款游戏没有战斗的原因 毕竟游戏还处于早期阶段 如果突发事件和战斗过多 会严重打乱游戏的节奏 实际上这款游戏光是安排生产 就十分的消耗时间 可能玩家从天亮玩到天黑 就是为了修建从采矿到炼钢的大规模生产线 如此上头的游戏体验 可能只有文明的下一回合可以媲美了 除了绣工厂上头 手挫反应堆一样让人上头 游戏在前期没法修建大规模设施 所以有东西需要应急的时候 只好依靠万能的机甲 解锁配方之后 机甲可以从矿石开始逐步合成 最后组建出需要的设施 不过玩家临时制造大量设施的话 机甲的手挫就会很煎熬 举个例子 游戏里的工厂需要大量的传送带运输物资 面对成百上千的传送带需求 玩家一次性只能制造150个传送带 面对锐益增长的需求 生产力却捉襟见肘 可以说是对工业发展的真实写照了 传送带问题 只是玩家面临众多问题的冰山一角 因为玩家前期工业生产能力有限 只好专注收集资源 矿开的太多 工厂跟不上 玩家只好变成煤老板和矿老板 把原材料堆在仓库里望洋兴叹 恨不得把煤从山西运到平点山 等到这些资源派上用场的时候 又要把相距10万8千里的铁矿和铜矿 连到一个工厂里 场区规划完 玩家就会享受到头皮凉爽的快感 生产力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如何解决 但尋求计划给出的答案是 发展技术互联互通 发展技术不必多说 但是这款游戏跟前辈一星工厂相比 并没有把自己困在一个星球上 而是选择在各个星球之间互通有无 一旦玩家开启了星际运输 玩家的发展视角 就从孤单的星球变成了整个星系 一颗星球缺乏石油 并没有锻炼它的工业梦想 这颗星球富含的铁矿 反而让它成为了整个星系的钢铁摇篮 这是属于星际工业的特殊浪漫 戴森球计划的星际工业梦 虽然明亮耀眼 但是光芒之下 瑕疵已久清晰可见 游戏的主要玩法是探索和生产 可是玩家经过简单的升级 就可以了解全部星系资源 本来是两眼一摸黑的探索 直接看了天眼 最后只好按部就班的搞生产 星际旅行的快乐在于探索 这种了解地图的方式 无形之间让玩家少了很多快乐 除此之外 玩家的技术发展方式也比较单一 需要研究新技术 只要安排对应的资源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时间 如果技术没有研发出来 玩家就只好等进度 游戏在前期经常资源过剩 生产不足 等待的过程就显得异常枯燥 虽然存在着一系列的不足 但是戴森球计划 已经用简单扎实的基础内容 展示了自己的诚意 整个游戏用简单的信息量 让玩家了解星际探索所需要的一切 每个新存档里 玩家的星系都是完全随机的 你的星球可能水草丰美 也可能是酸雨之海 还有可能遇到中子星和黑洞 玩家每次都在通过研发戴森球 创作着属于自己的太空故事 实际上游戏市场最不缺的就是太空故事 专注战斗的泰坦陨落 专注生产的幸福工厂 以及专注坠毁的坎巴拉太空计划 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太空故事 但森球计划作为其中一个太空故事 有着一股独特的温度 去年由于赛博朋克2017的发售 关于科幻作品的探讨 一度成为了赛博朋克的天下 仿佛随着技术的发展 世界只会变成雨夜下的霓虹灯和塑料雨衣 不过面对未来的技术发展 除了忧郁和愤怒之外 我们还有更多的选择 戴森球计划就是这种选择的写照 实际上戴森不光提出戴森球来提供能量 针对全球变暖的问题 他有设想过戴森树 这种基因被改造的树 在彗星内部生长 产生可呼吸的大气 在利用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 利用彗星物质提供营养 从而形成自己自主的栖息地 变成人类外太空需要的星级大鹏 作为一名没有博士学位的物理学教授 戴森一直秉持乐观主义 相信生命在冰冷的宇宙中 依旧可以温暖地生存 在戴森球计划中 玩家就靠着生命的温暖不断奋斗 作为宇宙中描小的一份子 伐木挖矿 建立工厂 最后建造戴森球 这个过程没有尔虞我诈 也没有先锋血雨 仅仅是依靠生产和发展 玩家就在广袤的星际中 发展出属于自己的乌托邦 这份伟大的事业 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 却依旧行得那么伟大 虽然充满着理想主义 却依旧令人感动 这种理想主义 恐怕就是游戏制作组 幼子猫工作室的写照 尽管制作组规模只有五个人 但他们在戴森球计划中 还是依据恒星的光谱光度关系图 赫罗图 模拟了整个宇宙的模型 让游戏里的星系 充满了活力和变数 他们称自己是一群 视游戏为命的人 借助对游戏的执着 时刻从玩家的角度出发 开发最纯粹最好玩的独立游戏 戴森球计划 正是他们交给玩家的答卷 由于戴森球计划 依旧处于早期测试阶段 游戏的发展依旧充满变数 我们不会妄言这款游戏的未来 只能说它迈出了 属于自己的第一步 作为一款在2021年年初发售的游戏 戴森球计划 不论是在游戏玩法 还是自身院影上 都在不断地进行着探索 这份探索在2021 也有着一份特殊的意义 面对恒星发出的光芒 它已经加满马力开始远航 我们也希望戴森球计划 找到属于自己的星系 成为后来者光荣的引路人 《原知有理》是个全新的节目 在这里我们会陪大家聊聊游戏 聊聊生活 聊聊文化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